大家好我是Alex 相信大家先前都看了一條短片有關於承門谷的材料 這一集是下集 除了影片看之外也有拍攝的作品 器材方面我主要用了Sony Alpha 1 再加上604 如果拍攝比較近距離我就會加上1.4 如果再遠一點就會加上2成 而大家見到最遠的樹就是我拍攝材料的地方 其實單靠肉眼都很難發現的材料 有時我們見到樹上有些東西動動動 再拿望遠鏡看一看才會見到 因為承門谷公園的範圍都很大 就算我們的車停在門口走進來都有一段路途 所以這次腳架以輕便為主 平時我用開沙櫥的腳架和沙櫥的羊額頭 這次我帶一支掃腳 平時在市區公園 我有可能會用吉掃5號腳或4號腳 但這次我就像上山拍攝了一樣 用吉掃的Sysematic 3號腳 3字的 這樣會穩陣一點 而波頭方面我用了Fact Shooter 這個雙波頭 油順程度當然不夠油壓頭那麼好 但這個頭盛在細小和比較輕 今次去承門谷拍攝材料都算好幸運 因為去到的時候 剛剛設好腳架和把相機鏡頭放在上面 而當時相機袋都開了 而描準器都未裝上去 那些材料就出現了 當然就不理得那麼多 第一時間就描準小鳥去拍攝了 當拍一陣相的時候我就開始拍影片了 所以大家除了有相片看之外 還有現在這段影片可以看一下 而拍影片我都用Sony的S-Lock 出來的層次就會豐富一些 講一下相機的設定 拍這些站定的材料 快門就不需要太高 一般來說 一千分一秒以下都可以 而曝光方面 如果你用了多複面擦光的話 因為背景相對比較深色 材料就有機會爆光 所以最快手的方法 就是用多複面擦光 而曝光補償就減3分1至3分2 出來的效果就會比較理想 尤其是小鳥 因為白色的毛 如果是反光爆光的話 就算是拍攝錄影 後期在Lightroom裡 高光位爆光位都很難按得回 而有些朋友可能會說 其實可以用重點測光 這樣測光是最準的 這個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小鳥出現的時候 你按機都按不及按鈕 你哪有時間慢慢選擇重點測光 去測光點 所以用多複面測光 再加上曝光補償 這個方法自然最快 亦是最有效的 至於焦距方面 有時我用了 604再加上1.4 都覺得不夠大 所以很多時候 我都需要轉做APS-C Mode 而我自己的習慣 就在機身上 將一顆Custom Function的鍵 設做APS-C Mode 或者Full Frame的轉換 另外 在大炮上面的幾顆Function鍵 我亦都將它設做APS-C 和Full Frame的轉換 當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速地 在蝙蝠之間去切換 另外的翠鳥 站在遠處的樹枝上面 時間其實都幾長 當我第一時間發現它的時候 等待幾張先 拍了幾張之後 已經有貨在手 我就會等下陽光 希望讓雲遮到猛烈的太陽 反差就不會那麼大 有陽光的時候 我亦都會等些陽光 射在水面再反射去翠鳥 形成一個好像反光板的效果 這個時候 翠鳥雖然在樹蔭底 但因為有補光 所以色彩都比較鮮 如果不是拍了出來 就算是後期怎樣補光 它都會暗一點 和色彩顯現不到出來 至於追焦方面 又應該怎樣選擇呢 大家看到畫面 翠鳥本身是很小 而四周圍都有很多樹枝 樹葉 而樹上也有很多洞洞 有時相機都誤認了 那個是眼睛 在這個情況下 我會選擇單點加包圍輔助點 而Tracking當然是開了去 亦都會開眼部對焦 這樣的情況之下 命中率非常之高 好少走焦 在當日早上拍照的時候 翠鳥一共捉過兩次魚 好可惜 兩次插水捉魚的時候 我都被前面的荷葉遮住了 看不到它 但是 當它飛翰上來的時候 擔搖魚 兩次我拍到 這個那麼多次翠鳥 對捕捉魚的插水捉魚 都一定是經驗 其實 當它在樹枝上 在前面 頭顎顎看著看著 其實也在準備著 看著池塘裏有沒有魚活動 之後 你會見到它有射尾的動作 然後一下子 好像炮彈一樣衝到水裡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已經作出戒備的狀態 我一隻手還要按著鏡頭 另一隻手還要拿著相機 當它一動的時候 一衝 我們的鏡頭還要跟著方向去 所以先前 眼部追焦很重要 因為在未跳之前 我們的相機 已經在追著眼睛 當它在動動的時候 我們的鏡頭 會隨著動作 這樣拼過去 眼的焦點 就不會掉 才有機會捕捉到 插水的精彩鏡頭 而先前 拍攝在雪珠上面 比較靜態的動作 幾百分之一秒的快門 已經足夠 但如果準備拍攝插水的時候 我們的快門就要打高了 三次至五次都走不掉 至於今次 我遇到有趣的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拍攝翠麗的時候 天氣非常熱 太陽也曬正相機用鏡頭 基本上相機頂R1 都很燙手 在過程中 亦拍到不少影片 影片我主要拍攝4K和50P 我沒有用外置錄影 用機身錄影 所以機身非常熱 當我拍攝一段非常長的影片之後 機身過熱的Warning 就出現了 之後不久 還自己關機 這些情況之前都出現過 但非常之少 但今次的環境 我人都差不多熱到暈 但想不到 Alpha溫更快 我頂不住 但好在當我開機 打去拍照Mode的時候 相機完全沒事 可以繼續拍照 但當我再打去影片 就立即會自己關機 其實都不錯 因為影片不給你拍 但相片我還能拍到 起碼不會冷 有精彩鏡頭都拍不到 反而以往我用Canon R5 過熱後 真的要等我家機放冷 無論是拍影片也好 拍照也好 過熱就什麼都拍不到 搞到要拔電拔卡 再拿風舌吹它 雖然R5最新的Frameware更新 對過熱有改善 我都試過好像今天差不多的情況 曬著相機再錄影 都一樣會有問題 但它有問題之後 你想拍照也拍不到 這樣要留意 如果用過幾部相機 最好相信是Canon R3 因為我用過R3 曬到相機辣手 不停錄影和拍照 都面不改容 不知是否因為相機比較大 散熱會比較好些 今次講到這裡 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意見 歡迎留言 大家交流一下 拜拜